在印度,看见这种街边小摊的肉,千万别吃 我怕你小小的胃承受不住 一上来就给我整下一条 这是什么东西的骨头这么大一根 还有这圆布隆东又是哪个部位 这一盘满满的油分和骨头,是想让人吃啥呀 听老板说,这盘骨头是整个摊子最便宜的 只卖1000卢比一份 一般只有平民才会买 稍微有点身份地位的人都是看不上这盘的 旁边这盘有皮有骨又有肉的 价格直接翻了两番 我猜这么贵的肉一定买的人很少 你看上面的皮肉都被煮得拉丝了 这得反复加热多少遍才能有这种效果 推荐牙扣不好但肠胃好的人试试看 眼睛亮的观众老爷可能就发现了 老板生前那一碗东西是啥 别问,就是那玩意儿 这东西加进去价格又可以翻一倍了 所以老板的存货才有这么一大盘 上个月我就见他在那了 这个月见还在那 不是大家不想买 是这个搭配真的买不起 虽然加不起那个 但是重口味的坏邻居还有别的选择 老板会特地准备一盘从肉里掏出来的脂肪 不吃肥肉的人可千万别尝试 否则能吐到你下面的东西 从上面出来 但还好你这是在硬度 别人只会觉得你是吃了不会觉得你是吐了 起码面子还在 最近总有人跟我吐槽 老是在饭点刷到我的视频 说我影响他们食欲 甚至还说看我视频减肥 为了你们能更好的下饭 我这期特地解说的这么隐晦 不会没人发现我的良苦用心吧 老板这又是什么骚操作 为什么要拿抹布包住吃的呀 我刚刚看见店里的伙计 方便玩回来用那个擦手的说 原来是在掏骨髓 误会老板了 刚刚才说完这期视频要让你们好下饭 差点被打脸 这盘肉是啥我也不知道 看样子我以为是牛肚 但后来我吃了 口感太奇怪了 烂兮兮的 没啥肉味 吃下去只能感觉到有和弦 给兄弟们来个敬仅 这样看你们能猜出来 是什么动物的肉了吗 这盆是贵族佛 是贵族大宝贝 还有一整个的土豆 加土豆主要是怕你只是这个吃不下 配着土豆泥吞得更顺了 这个角度看你们觉得像不像牛蹄呢 难怪不管我怎么追问 老板都不跟我说是啥肉 一开始我还以为 是什么卫生方面的隐情 导致他不愿意透露 这回看好像是物种方面的隐情了 你们是不是以为我要说 老板在印度卖牛肉要被制裁 那你可就大错特错了 印度人奉牛为神 但他们的牛肉却便宜的不行 换算成人民币仅12块一斤 没想到吧 所以老板要是给顾客知道 这是牛肉还敢卖那么贵一盘 才是真的要被制裁了 为了不被吃出味道 他才选择把肉煮的吸碎 加重油重盐 还有个例外 如果这些是恒河肉的话 也可以减少许多纷争 你们懂的 就算真的有顾客介意闹起来了 他还有旁边的神牛佛 神牛大宝贝撑场 老板确实打得一手好算盘 用最低的成本赚最多的钱 你学费了吗